巴黎时装周昨天又迎来了一位小仙女 那就是受邀去看秀的杨子 小猴子这次穿起了田园风雪纺长裙 扎起了高马尾 显得优雅又可爱 还有藏不住的少女感 在看秀时 她还被抓拍到嘟嘴眨眼的超萌鬼脸 果然还是那个好动的小猴子啊 外媒昨天也公开了小猴子的无PS原图 没有美颜绿镜的小猴子 皮肤依然白到发光 又瘦又美 果然天生丽质经得住考验啊 看秀时文静端庄 一到街头换上休闲装 小猴子又忍不住发飞自我了 还跳起了搞怪肉骨 恢复鬼马精灵本性 可优雅可活泼 这样的摆遍小猴子巴黎一日游 奶们看的还满意吗 还不快点存着美照和搞怪视频 认真撑平去 最近有网友发了之前 baby在拍创业时代时的路透动图 化身职业女强人的baby 实力演绎了什么叫走路带风 短短一段路 居然被她走出了踢台感 而且这身职场女性的干练打扮 更加凸显她的细腰长腿 又美又高 这个GIF图一点也不好看 所长也就看了50遍 不仅走路带风 玩饮少女baby 在某代言活动后台 还跟你们的老公彭于燕 一言不合就开始尬舞呢 这段freestyle尬舞 所长愿意给满分 不怕他们骄傲 都说认真工作的女人最美丽 这样努力工作努力玩耍的baby 真是又美又萌 越来越红了 最近又有一组爽妹子 录制喜剧总动员的路透曝光来 从路透的照片中 可以看到这次爽妹子走的是 名古龟秀路线 穿着白色长气袍 扎起了头发 往舞台上一站 就是一个端庄大小姐呀 但是哪怕是这样的龟秀打扮 也关不住爽妹子欢脱的心 在拍大合照的时候 爽妹子利用长腿优势 来了一个斜跨大马步 最后索性跪在了地上 而在缩小宝拉票时 人家才一张口 小爽就笑弯了腰 接着就笑蹲在了地上 有了这样欢脱 又毫无偶像包袱的喜剧演员爽妹子 看来这一季的喜剧总动员 会产生无数经典瞬间啦 昨晚安逸轩和大S都各自带着老公 去看周杰伦的演唱会了 网上曝光的现场视频里 心情不错的大S一路甜蜜地 挽着老公汪小飞的胳膊 进入座位区之后 小两口就遇到了安逸轩夫妇 大S一见到轩轩 就立马送上了一个爱的抱抱 然后便拉着手 开心交谈起来 两人身边的两位老公 也亲切地握了手 还热聊了起来 安逸轩还在微博晒出了他跟大S的合照 两个人亲密妹依然是颜值超高的姐妹花 大S随后也转发了安逸轩的微博 亲密地叫安逸轩为轩轩 并且说正是因为七年前 安逸轩请他去吃饭 他才认识了老公汪小飞 七年后他们在爱豆的演唱会上重逢 现在两个人身边都有了亲密爱人 网友们都在感慨 这真是奇妙的缘分啊 没想到周董的演唱会 居然间接促成了地表最情同况 看到女神们亲亲密密的闺蜜情 和幸福的归宿 网友们应该跟所长一样 继续狠狠地幸福下去哟 经典的大美人 总是会被人挖出旧照来 验证他们从小美到大 最近就有网友翻出了赵薇十几年前 参加东京国际电影节的红坦照 当年的少女薇穿着粉色礼服长裙 披着灰色皮草 脖子上还戴着猪毛 这样雍容华贵地打扮 在她身上却一点也不老气 反而显得优雅又亮丽 青春气息也很浓 一双大眼睛熠熠生辉 最重要的是身材还特别苗条 还有人翻出早年她和另一位大美人 许晴的埃及游客照 许晴穿着黑T和江黄背带裤 赵薇是最简单的T恤牛仔裤 两个人都是素颜 戴着墨镜 在金字塔前各种摆pose 这些没有PS的扎相夫照片 却依然挡不住两位女神的 品貌和气质 网友们还发现 许晴居然这么多年 一点变化都没有 不愧是不老少女 这逆生长所长真是浮辣 果然美人无论过了多少岁月 依然是颜值无敌啊 前不久雷家音拍的时尚大片花絮 惨遭网友们批成了表情包 潜伏哥并不进来 反而更加欢呼的要走偶像路线 最近有人扒出 潜伏哥早年上过的一个美妆节目 他亲身示范了 如何无痕打造一个青熟男底妆 潜伏哥不仅介绍起化妆品来 头头是道 就连涂抹化妆品的手法 看上去也非常娴熟呢 一本正经的化完妆 他还一脸满意的全方位展示了成果 自称是成熟与阳光兼备的青熟男标杆 所长差点就信了他的鞋 青熟男底妆 无痕打造马 什么是青熟男呢 我认为青熟男就是 成熟和阳光兼备的耐衬 这是成熟 这是阳光 看完视频的奶们 有没有想扔拖鞋的冲动 潜伏哥这一本正经搞笑的能力 真的是与生俱来的天赋啊 男生们不要浪费前辈经验 快跟着潜伏哥学起来吧 下一批青熟男就是你们了 远远的关心和体贴 你已盘旋 我也不想牵 你在熬夜 我就是眠 恨不能帮一点 远远的关心和眷恋 你的存在就已是未见 真爱过风起了 远走了却又不斜 感谢观看 大姐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